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面很冷 我觉得这个温度应该是二十来度 我所谓的很冷是和外面严严的烈日相比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打开手电 打开一门 还有水声 没有了 一盆一盆的 尝尝尝尾巴 还有爪子 我带你一条来给你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别压我 别压我 跟你上来好 看到没有 这是一条娃娃鱼 快休息吧 我觉得太神奇了 怎么会在这儿有人养只娃娃鱼 而且是在这样的地方 我还是上去问一问 走你 哇 洞里洞外真的是两重天 而且真的是惊到我了 想得如此奇妙 你说这是在青黄岛吗 找人问问 老板 你好 你好 你想得真够绝的 我真好好的跟你讨教讨教 板东上下穿梭 您是不是有点看萌了 其实所有的秘密都藏在咱们节目主人公的脑子里 他叫富丽和 秦皇岛人 几千条珍稀的娃娃鱼 就静悄悄地生活在他自家农田的下面 接下来就让我们仔细探访一下这个神奇的养殖基地吧 心惊战地做这个采访 我觉得这像是在一个公式里面 这个完全没问题吧 不会掉下来 没问题 没问题 都是混凝土的 像这个顶的话呢 都是双层的钢筋 就是咱们农用车开上去都不会有问题 这样的 对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多待一会儿 娃娃鱼是珍稀的两栖物种 主要分布在我国各大江河及其支流地域 生活环境以山溅溪流为主 要在山洞搞人工养殖的 但这种地下公式般的养殖区 怕还是第一次见吧 这样的环境娃娃鱼能受得了吗 面对我们的质疑 富丽和决定拿出自己的看家宝 以正视频 多少岁了他现在 这个大约有六岁了吧 六岁了 对对对 六岁就能这么大 能吃 对对对对 能拿起来吗 这么大呢 行 我给你拿起来 我教你怎么拿 出进养殖场的时候 樊东也空手捞过一条娃娃鱼 但那是商品鱼 也就几斤重 而眼前这只可是重达二十多斤的种鱼 据说他力气大 脾气豹 可不是那么好色好难 他们说这个一下能把手指都咬下来 是的 好你又年又花 形容不出来一个什么样感觉 哇 哇 这那感觉是很难形容 你能说得出来吗 是什么感觉 反正怎么说呢 一种开心的感觉 是不是 对你这个感觉就发是开心的感觉 是是 这么大的种鱼价值上万 富丽河能不开心吗 不过 寒冬却有点心有余悸 除了那种年华的手感 传说中咬掉手指的凶残 也让他后怕 富丽河这么轻易地把娃娃鱼 交到寒冬手里 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你没看我先用脚踢了踢他 他攻击你个三次几次就不再攻击了 你是 我懂你这个感觉 其实不是指攻击 就是比如说跟其他的小动物接触 比如说跟狗之类的 你会过去试探一下他 对对 他如果表现是友好 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抱的 对对对 如果他脾气烦躁的时候 你也不能抱 不行 是吧 肯定不行 对对对 说起娃娃鱼 富丽河侃侃而谈 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秦皇岛人 一直在家务农的他 又是从哪里学来的本事呢 不过在周围人的眼中 富丽河搞出啥事情都不是事 他可竟干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就是他想干啥就干啥 找不到 提找不到 人不想干的事 他就干 搞什么企业啊 什么他都干 说起富丽河搞过的生意 那可海了去了 他养过鸡 养过鹅 养过水质 搞过鸡修 不过在养娃娃鱼之前 他干的最成功的 却是养甲鱼 当时的价格也挺好 养的人也比较少 最好的时候 一年存力人养 二三十万了 加上闲时搞搞维修 富丽河生活富足而稳定 本不会和娃娃鱼产生什么瓜葛 可是2008年夏天的一场变故 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那年夏天 一场大雨不漆而至 一连下了三天 身上的雨水顺势而下 冲进了富丽河的甲鱼池 进来我也没担心 因为什么呀 我那块有水泵 它如果超过水位的时候 我可以往外排水 可是我河打给泵的时候 没有电 这我就干着急了 只能让水水表流 等大水退去之后 富丽河再到养殖区查看 眼前的景象让它哭笑不得 然后我们半夜睡觉的时候 我这狗就叫 我说有人呢 我起来看了吗 没人 那灯照着没人回去了 回去之后还是叫 又出来了 再一看好嘛 两个在那边PK呢 这么大的 它也不敢咬它 它也不敢咬它 两个池塘的甲鱼跑了过半 价值几十万 等它重整旗鼓修缮完毕之后 不出两个月 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了 二三十块钱一斤 去了你的人工资料 根本就不赚钱 那几年养殖甲鱼越来越多 市场已经趋于饱和 富丽河不是没有担心过 但他没有想到会跌到这个程度 接连的打击让一贯乐观的富丽河 也慌了神 他开始认真考虑更换养殖项目的事情 但是搞过那么多品种 还能养什么呢 看电视上面就养了 养了就是南方的一个人养娃娃鱼 挣了很多钱 当时听他说的价格 几千块钱一斤 被甲鱼养殖 搞得焦头烂额的富丽河 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立马被娃娃鱼给吸引了 至于这娃娃鱼到底是什么东西 哪里找 怎么养 它都没顾得上多想 要说这富丽河确实胆大 他就没有考虑过这其中的难处吗 我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这个鱼几千块钱一斤 他能挣几千 我挣几百行不行 抱着只要能挣钱就行的态度 富丽河将家里的事情交给妻子和儿子 拿着网上得来的信息 开始外出考察项目 谁曾想 本来个儿把星期的事情 他一去俩月了还没回来 那就是我跟我妈干 有时候干不过来的 就我姥姥家 我姥姥姥帮我忙 这两个多月 富丽河的说法是在陕西一家养殖场里学习 可什么样的学法 要撇家舍业的在外待这么长时间呢 就是跟小公一样 帮他干活 每天呢 就是打扫鱼舌消毒啊 喂食啊 积极这个温度的变化 也就是这些工作 一心想养娃娃鱼的富丽河 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能了解接触饲养过程 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不过除此接触 娃娃鱼还是给富丽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可以说是来了个下马威 这个鱼挺慢吞吞的 但是它吃食的时候 或者是打架的时候 胸得很 娃娃鱼因叫声向婴儿的哭声而得名 平日里生活在阴暗的潜水中 看上去呆头呆脑的 而且视力很差 所以爬起来慢条丝里 谁能想到 他们也有血性的一面 胸的呢 你是没看到 有的时候用棍子都捅不开 腿都差点咬掉 后腿 就我学习的时候也给治疗过 要是这娃娃鱼一直粘头粘脑的 富丽河兴许还干着没劲 可这么一折腾 富丽河的精神头上来了 这娃娃鱼有点意思呀 他开始认真向老师傅请教学习 眼前这憨憨的娃娃鱼 也渐渐生动了起来 长大的时候不团结 因为它随着它的日龄增加 逐渐成熟 增食料 增领力 增配偶 都是它重点打架的原因 只有了解了娃娃鱼的天性 人们才能通过分堂 喂食等方法 预防他们的争斗 冬天的大山里寒风刺骨 工人的驻地也十分简陋 但富丽河一直在坚持 可两个月过去了 富丽河还是没有回家的意思 眼看年关将至 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呢 按照富丽河的理解 搞养殖总会有些绝招 可问来问去 也问不出什么内容 在离家两个半月后 富丽河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但留了个心眼的他 并没有买种 当时的价格一条鱼 十多公分的得一千多块钱 所以说咱也不敢轻易的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 学没学到真本身 你不敢呢 2009年春节干过 富丽河再次出门 既然打定主意要养娃娃鱼 无论如何也得把手艺学到手 我又去了湖北 恩施 到那头鱼场也看了看 学到最后的结论呢 还是那句话 重在平时 胆大心细 我一听都一样啊 我还是回家养鱼去吧 然而就在富丽河兴冲冲回家 张罗着养娃娃鱼的时候 一个人找上门来 并且给了他兜头一盘冷水 从我本身掌握的技术来讲 咱们这块新黄岛地区 要是养娃娃鱼的话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一个是呢 它这个度下 越冬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 存在的耳料的问题 香化耳料的问题 柔站长是秦皇岛 有名的水产专家 从富丽河养甲鱼时 就给予过帮助 他的话 富丽河可谓是言听计从 可这一次 富丽河面对巨大利润的诱惑 却决定活出去冒险一把 而这第一关 就是要搞出个合适的养殖基地来 你当时怎么会想起来 挖这么样一个 像地下堡垒一样的东西 来养殖你的爸爸鱼呢 刚开始啊 刚开始人家都是山洞 对 我又没有 我这块也找不到 然后呢 我们农村都有那个菜窖 对 来储藏白菜啊 什么东西的 对对对对 每家都有 那里面呢 冬天暖夏天凉 对 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往里堆水果啊 什么 分解都不会坏 对吧 所以说我受到一些启发 我挖了一个地窖似的 走廊似的 这么个东西 2009年夏天 富丽河在自家农田里挖了一个宽四五米长二十多米深三米的大地窖 底下打上水泥 气上水池 顶上搭上顶棚 一个最原始的地下养殖场诞生了 很快 它花费十几万元 从山西引进了一批小鱼苗 这娃娃与养殖就算正式开始了 不过这模拟的洞穴环境能行吗 效果温度各方面还可以 但是当时吧 煤是这种混凝土结构 是这个石金刚 跟这个磨板 然后铺的塑料布 防水 然后灰填填土 那种模式 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了 后期发现它那一个不行在哪 它会聚如水珠 我知道 就像澡堂子的那个上面 对 聚如水珠之后 掉到池子里面 对鱼就有影响 当时什么影响呢 鱼就不吃石 因为它有卷 那个水不干净 对 在这样一个地下环境里 冬天最低也有三摄氏度 夏天最高不过二十四五度 符合娃娃鱼健康成长的要求 而且还可以完全闭光 几乎能够媲美野生环境 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则意味着成本的急剧增加 富丽河的养殖可经不起任何闪失 它必须好好干下去 找了半天没找到 你在这弄这个呢 什么鱼啊 白脸 白脸 这个这样就给我做白脸了 这不是给咱们吃的 那是谁啊 这是给娃娃鱼吃的 啊 它们吃这么好的呢 这个 这还不算好的 还有比它更好的 还有更好的 对 那是什么东西啊 走 我带你看看 行 哇 到了 咱走了 离开大陆得有五分钟吧 这是 有有有 是吧 有有有 带我到这水塘来干什么 这里边养着你的娃娃鱼吗 不是 不是不是 娃娃鱼的问题 它这里面有娃娃鱼的宝贝食物 是吗 对对对 哦 小腹在这儿呢 看到了吗 看到了你们的小鱼了吗 我当时想 可能会有巨大 但是我没想到会有巨大 别看它们这么小 用处可大的很 娃娃鱼的幼苗 全得靠它们过活呢 至于白脸鱼块 那主要是用来喂成年鱼的 每天的消耗量也不少 鸡隔里头 基本上平均个 五六条就差不多了 按这里面的鱼的五六条 那你冬天的时候 就打不掉那么多小区了 该怎么办呢 玩秋的时候 我们就多打一些 存在我甲鱼池的那边 那个寄养池里面 那甲鱼池会接兵吗 你不动它会接 你动它的时候 它动不严 没事 每天都要去 对对对 每天都动它 到2010年 富丽河建起了 长达100米的地下养殖基地 为养娃娃鱼达上千条 并有几百条商品鱼成熟 等待上市销售 这本应是个丰收的时节 谁也想不到 一场灾祸 只悄悄地逼近 富丽河在秦皇岛的小村庄里 养起了娃娃鱼 对于它的创举 大家一时议论纷纷 不过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就在富丽河的养殖场 出具规模 即将见效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也是突然间发现 不吃食 温度一点问题没有 我首先想考虑的 是不是又是水温出了问题 测量都没有问题 这里说到的水温问题 之前也曾困扰过富丽河 那是冬天的时候 从外面引进的水 直接混入池中 导致娃娃鱼低温休眠的情况 不过现在温度正合适 娃娃鱼为什么又不吃食呢 然后呢 我也是在那儿打听 他说是消毒啊 各方面 我都跟他们说得明白 每天我都亲自进来 跟着做 还是不见好 就在富丽河亲自上阵 四处查找病因的档口 问题突然出现了恶化 那些不吃食的娃娃鱼 有的出现了腹泻 还有的开始死亡 而且问题全部集中在 大池子里的商品鱼身上 这些商品鱼 价值均在千元以上 一旦出现问题 富丽河将血本无归 怎么办 加起来有个二三四条吧 那就很可惜 很可惜了 那是挺贵的东西啊 不过在基地里 盯了十几天的富丽河 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 同样的水质 温度 小盆里养的幼苗 就没有问题 和大池子比较后 两者唯一的区别 就是饲料不同 幼苗吃活饵 成年鱼吃的则是鱼块 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上面呢 偶然的情况下 半夜我进来看 他吃这个石啊 他吞进去 吐出来了 我就把那石拿起来了 一摸啊 冰凉 当时我就想 是不是有冻的饵料 是不是画冻的时候 没完全画干净呢 好像说 咱们认为这个已经画开了 就可以了 没有冰台了啊 实际上呢 他里面的温度还很低 闹了急性肠炎之类的 原来那段时间 傅力和扩大了规模 也先添了两个帮工 每天工作量也比较大 这头尾的鱼块 没有完全解冻 就扔给了娃娃鱼 有的鱼拒绝使用 有的吃下去了 就害了肠炎 甚至丢了性命 既然找到了病因 要解决也容易了很多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整 傅力和在秦皇岛 养出的娃娃鱼 终于上市销售了 有的就是二三百块 有的是四五百块 不同意义 它是按照什么样来定的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二三斤的比较贵一点 它是比较容易接受 人少也能吃得了 是这么个大点 这些年 随着娃娃鱼 人工养殖规模的扩大 它们的价格 也不再高不可谈 在不少特色酒店里 我们也可以来上一条 一瓶美味呢 今天我要替各位尝一尝娃娃鱼 别说我走南闯北 还真的没吃 你们怎么都给吃没了 刚才那么一大盘子 现在就这么一点 这个是怎么做的 红烧 红烧的 好吃吗 你刚才闷头吃不说话 好吃 这是什么味道 吃第一个环境地 就像猪蹄这种焦性特别不严 但是比较猪蹄 猪蹄 特别那个就是说腻 它是不腻的 不理你 美女说 我信你的 很香 吃到嘴里又滑 是吧 而且不腻 是吧 可是你说这么高大上的食材 它们两个 给我形容出来的像猪蹄 我得亲自尝一块 娃娃鱼价格昂贵 并不单纯因为它珍惜 更因为它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极高 它富含优质蛋白质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被誉为水中人参 今天机会难得 寒冬可要好好的品一品 不是我真的想如何形容 如何反驳你刚才说的话 但是它真的很像是猪蹄 它的胶质非常浓 对对对 它是一个猪蹄 是一个生计版的猪蹄 是不是 特好吃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奇怪 如果没吃过的话 绝对形容不出这种味道 是吧 在其他的食材里 找不出这种味道 好吃 做得也好 高养殖十几年 什么项目让他喜出望外 情难自尽 提早要 人不想干那事的 他能挣几千 我挣几百行不行 头巨子顶压力 什么信念 让他坚持不懈 一往无前 总有一天他会相信 我 行的 胆大心系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精彩尽在今天的 生财有道 随着规模和市场的开拓 富丽和的投入渐渐有了回报 到2013年 仅商品与销售就达到上千条 价值几百万 不但乡亲们对他口服心服 当地政府也认可了他的努力 并给予了他更多的支持 杰文养殖场 特色养殖项目 是我振 新兴的产业项目 对于增强 我振经济发展 壮大 我振经济实力 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我振讲 大力支持和服饰这个产业 使其做得更好 不过 如今的富丽和 仍然住在养殖场里 依旧开着他的小货车 一点有钱人的驾驶都没有 因为他把挣来的钱 又投到了娃娃鱼身上 从2010年至今 富丽和自己培育种鱼近百条 建立起了独立的繁育体系 在他看来 在娃娃鱼养殖的道路上 自己创业的旅程 还很漫长 怎么说呢 钱都是我花了 我会想办法 让他们两两个 就是过上富足的生活 总有一天他会相信 我行的 在富丽和这个地下公事班的 这个养殖场里边 待了这几天 我有的时候会问他 就是你的创业心得是什么 他就是非常憨憨的跟我说 我呀 就是胆大 其实我想也是 在很多人面临的一个新的事业 新的抉择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压力 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去抉择 会犹豫 但是如果能够像富丽和这样 就是心无旁骛的放手去搏 我想才能够创出属于自己的事业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 承包五千亩海途水库 他的初衷出人意料 我鸭鱼就是 本来就是 想自己钓钓鸭 他建起了鱼装 如何搞活经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